林涛因为其实刚好我们也有网友在刚刚已经有斗内了 那他也斗内特别想要问你问题 那我们也就回到刚刚其实前面在谈的蓝白盒的议题 继续来聊因为有很多的细节 今天两位你们是熟知内情的人士 刚好要各代表了另外一方 所以我们就都来聊一聊 首先这个明Mr.他的斗内 他想要请问林涛的是 九份民调民众党排除猴鹰的三份 排除日战整体的33% 那立刻的怎么不排除两份 蓝还让了一份 11%够让分了吧 还是可以柯赖政党协商 请南部的33%选民不投票呢 感谢我们观众朋友我们的斗内的发问 那另外其实今天因为 先是马办这边 萧续城已经开了记者会 他记者会里面有明确的说到 就是朱立伦先生在签声明的时候 有告知柯文哲是正负3个百分点 那换句话说就是等于6个百分点 可是因为我们今天听到朱主席 在后来他自己出来说的时候 他有非常明显的强调 从来没有讲出让6%是误差范围 所以双方的理解是不是有所不同呢 那基本上因为我跟这个赖委员是老朋友啦 那所以基本上整个我们都希望蓝白可以和 可是今天我觉得所有期望看到蓝白和的民众 一定感到非常的焦虑 而且很多人是失望的 那更有一些人他是非常愤怒的 我们其实从头到尾 国民党没有这没有所谓让3%6%的问题 没有所谓让的问题 因为基本上大家仔细去看一下蓝白恶会里面 他的第三点结论写的是 假设是统计误差那么就算喉客1点嘛 就是里面没有讲正负1.5也没讲正负3 也没讲到这些数字就讲到的是误差范围 那这个事情也不是柯文哲到这个整个的会议室里面 然后签署就说就这样好像是被卖掉 没有他后来接受友台的专访的时候 也再次重申 如果是侯科跟科侯的比例是在统计的误差内 他也会让这一点 这基本上都是柯主席自己讲的 所以我觉得说现在很奇怪 整个的整个我看一下台湾民众党 不要怪柯主席 我怪这些主战派 因为昨天晚上 基本上大家要联络柯主席是联络不上的 昨天晚上基本上是 以黄山山为主的这些主战派 把柯主席包起来嘛 所有人都联系不到柯主席嘛 而且竟然是黄山山打造给这个民众党的 民调专家的代表说 不能签 你绝对不能签这个5比1 所以我们才要回到这个斗内的这一位 我们的那个好朋友提问 到底这个民调原始是什么 原始就九份民调 基本上原始的九份民调 先不采用任何的一个部分 我们这个柯猴跟猴柯是几乎是打平 因为本来就是柯猴柯就是一组嘛 那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看到黄山山为主的主战派坚持喔 在昨天的民调会坚持要剔除三份 现在还是主流的式化的民调 所以你看他先剔除三份 然后再跟大家讲说 我的误差范围是正负1.5 所以你真的是改写全球的统计学教科书 样本数假设在1068份左右 全部都是正负3 你要正负1.5几乎是4025份 4000份的大样本 那我们在里面没有讲说 要正负3正负1.5都没有 只是说每一份民调的样本 自己有自己的样本数 跟他的误差范围我们尊重 那只要是在误差范围内 那就当然就是照这个科主席之前讲的 是侯科技一点嘛 所以我觉得这整件事情就变很吊诡 如果是原始的9份 那国民党当然有他的优势 好假设去除退1万步去除这三份 那这三份看起来 假设以我们的这个误差样本是5比1嘛 好那我再退1万步好不好 我已经退2万步了 我再退1万步 假设依照民众党的标准是正负1.5 那是史无前例的部分 退这两步才刚刚好跟侯友宜打平而已 3比3 所以基本上你要说整个的民调专业 不是所谓政治学或政治幕僚可以发言的 他是要尊重民调专业 大家来做一个整体的一个规划的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 为什么早上马办的这个军长萧续整会出来讲说 所有的民调专家都认可这个误差范围的比例啦 那为什么你不签原因是因为黄山山大来说你不能签 所以我觉得现在啊已经谈到很细节了 我相信很多的观众朋友他也不了解就不一定了解说统计的细节 可是大家会觉得就是说原本谈好的东西白纸黑纸 怎么一言就不合一言就要翻桌 那我觉得就是说剩下很短的时间我当然希望蓝白合嘛 可是我们很担心一件事情 如果在剩下这么短的时间内又谈了一个新的版本 又翻桌咧 所以现在不是谈那种细节统计的时候 现在就是一念之间要不要合 所以我说现在要不要合 我们当然就希望二十四小时内 因为明天国民党都开中常会了 二十四小时内如果没有给出一个比较善意的答案 我认为蓝白合就岌岌可为嘛 那所以换句话说那国民党怎么办 我们总可能我已经释出最大的善意都已经让成这样子了 我三分民调也都没意见都剔除了 所以我就走自己的路嘛 所以刚才朱主席宣布了 我们国民党不分区民党第一名排韩国瑜市长 希望在明天的中常会之后 带领所有的不分区的团队 跟国民党朱主席 跟我们的总统候选人侯市长 大家一起站 大家一起往前走 我觉得真的 必须如果要走到这一步的话 我们只能大家各自努力 那委员 那您这边听到民众党这边的回报 我刚听林涛讲 就是说朱主席好像没有讲过什么浪几趴几趴 这件事情大概在统计学上面 大家都会用3%来做一个大概基础数字 那我们看这一次的6份认可的民调里面 大概只有一份是做到2046份数的 这个是算当时柯P他讲说如果我们要走民调 他希望是做3000份以上 那3000份以上呢大概他的这个正负误差呢 这个3%的概念大概是从这一来 可是其他的份数大概没有做那么多 有1100多份大概是其他的部分 所以第一个就是说以汇流来讲做到2000 2046份是算我们认为比较在 信心指数上面比较精准的部分 那第二个我们今天看到他的数字统计里面呢 正负误差大概都到了2.17 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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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所以讲到3大概就是用这样的一个概念来讲 那我刚刚听林涛讲说好像没有6%这件事情 如果没有的话昨天他们三个专家会议 在最后的这个协议里面一直没有办法签字是什么原因 就是在这个概念上如果说是让柯P他当时的意思是说 如果他这个赢侯市长3%以内的呢 他认为可以给让他的概念是这样他今天有讲得很清楚 他说他的一般大家的概念尝试里面是这样子来理解他的 那怎么突然间到昨天变得好像有一个正负拉到6%的这个议题 所以造成昨天晚上呢这个民调专家 就是说他们没有签字 早上黄山也已经澄清 他说确实他有打电话进去说如果是这个让他用6的概念 6%的概念的话就是不能签 他说这是他做总干事 他必须要出来把这个执行面的部分做一个决定 所以并不是什么谁把柯P包起来 不让他接电话没有到那么严重 那柯P说他昨天12点之后关静音 很多电话他也不接了他要休息 这两天我相信他的承受的一些压力跟基层对话之后 大家给他的这样的一个期待 还有相对失落的有一些情绪上的部分都是对着他来 所以他当然在这个时间上面 他就做了这个12点之后他就关静音的部分 那第二个我相信大家对今天这个就是说 到底协商有没有破局 那会不会说在未来的这个要不要 再进一步有一个政党之间再协议的部分 那如果像刚刚这个林涛讲说 那如果是这样我们明天国民党就是中常会要开 然后部分区的排名等等 我觉得每一个党的这个步骤其实是还都没有停下来的 都没有停下来 毕竟像我们明天也是整个造势的大会 本来也是说要宣布部分区 也要宣布这个副手啊 概念上本来19号是这样设定的 那早上柯P就讲了 人家问他说那你会公布副手 你会公布部分区吗 他说他不会 他还有有时间 他希望还可以再看看怎么样的来 把这件事情再努力往前一点 所以我觉得毕竟今天大家在争执这个是为什么 不要讲说什么15号当天 第三点 第三点内容我们看了 自自斟酌看来反来复去之后 也当然没有看到3% 可是这个3%就是在一般我们统计上面讲到的 这个误差值的范围正负3% 那大概是做1067份会得到的数字 那结果现在我想如果要再细的去增值哪一个 剔除那3份到底合不合理 今天我们的这个民调专家也有讲 他说有一些民调是用手机简讯 那手机简讯呢就是违反了这个被动性的这个 一个概念就变成说你是主动的田 所以他觉得这个部分他们不能采集 那有一个部分是涵盖人口的部分 包括60岁以上的人口占非常多 年轻的人口占的比较少 所以我觉得专家既然已经协议的有3份剔除 那这个就确认 就剩下这6份的部分 那6份呢就来看我自己的感觉是这样 今天早上我也在现场 我们自己看到民调的数字呢 当然就是比较振奋 就是说几乎只要是科猴科猴的都会胜 赖销呢比例上高 其中有一份可以高到大概是占 应该是7 8%左右的一个这个比率悬殊 所以民间的期待里面并不是说 你们小党所以你们就要当副手 就是说这个设定一直是 在现在的这个民意拉扯里面呢 常常会被大家拿来讲的 就是说如果科正的 那民调上面的显示 还有民调上面的这个机会 都是高的 那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态势呢 大家是有期待值 那只是说科猴说他要让3%的这个概念 当然是他之前说出来 他现在也不能反悔 那我相信现在回到剩下有限的时间 所以还是要考验我们朱主席的智慧 他今天也有出来讲 他说这个6%呢就是他讲的统计学上面 大家的概念正负三的这个range来说的 这是他说的 并不是林涛讲说他没有说 我补充一句话 基本上刚才两个概念 可能委员要去了解一下 今天科主席跟朱主席最新的动态 因为基本上那三家民调 不是已经共识剔除了 而是说因为民众党有争议 觉得说这参加民调不能纳尽 所以他是割製 他不是割製 他是割製 第一个 第二个部分呢 这个式化民调 什么叫科学的民调 绝对不是台湾民众党 或是某一些特别的主战派讲的 现在的式化民调还是主流嘛 美利岛民调是不是用式化 当然是用式化啊 那过去九合一选举准的 看起来也是式化民调 所以今天呢 台湾民众党的一些主战派 我没有讲科主席 我说主战派 因为我觉得科主席 是被这些主战派包起来的 我觉得两个关键的物用 第一个他们认为 式化民调是不能接受的 这是他们自己定义的科学 第二个 他们把统计的误差范围 定义为正负1.5 再样本数1000多 这也是台湾民众党这些主战派 自己定义的统计学 基本上跟全球我们认识的统计学 好像是不一样 原来好的益生菌真的可以帮助入睡 太阳星全校科菲尔益生菌 是国家认证AB科菲尔益生菌 含7种有身份证的专利活菌 能产生GABA 色胺酸等助棉因子 难怪吃了更快入睡 夜睡得更好 太阳星全校科菲尔益生菌 也是台湾市场上 唯一添加科菲尔乳感菌M1的产品 这是由台湾知名的大学记转 对季节敏感调整体质的朋友 真的是一大福音 还有这只还添加被称为超级食物的 羽衣甘蓝萃取物 不少研究都指出 十字花科蔬菜有助抗炎及防癌 像是羽衣甘蓝含有高量的叶黄素 β胡萝卜素 维生素K 维生素C 叶酸等丰富营养素 太阳星全校科菲尔益生菌 专利制成 无塑化剂 无重金属 无人工添加物 无410项农药 无香料调味剂 无防腐剂 无色素 七大保证 七大认证 觉得好安心 每日科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快点购下单 太阳星全校科菲尔益生菌 未经许可洗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ڤ Social Media 搭配电気 比较好的 使用 您好 调味道 感谢观看